脑肿瘤案例 我姓刘 58岁 20年前 因经常头昏而去医院检查 被确诊为脑瘤 但肿瘤不大 所以没治疗 2019年12月 因双眼视力模糊 再去医院检查 脑肿瘤已增大 约4.8厘米 乘5.4厘米 故而严重影响视力 磁共振 诊断报告单 医生建议 去大医院手术 为此我感到心烦及恐惧 后听同事 分享了应用原始点 调理康复的经验 决定于2019年12月 前往推广中心 接受调理 原始点调理前症状 一 头昏 经常晕眩而无法走路 二 双眼视力模糊 右眼较严重些 三 双耳耳鸣 晚上睡觉时更为明显 四 腿痛 天冷灼凉后 右膝膝盖以上疼痛 五 记忆力减退 意健忘 六 说话激动时 嘴唇发动 七 体力差 肠感身体无力 走100至200米路 就累到需要坐下休息 八 胃口不佳 不想进食 九 便秘 大便不成形 调理细节与方法 按推 每天按推一次 内热源 用50克干姜片熬煮姜汤 秉持温热性饮食 外热源 白天用暖铁温敷 晚上睡电热毯 头部搓姜泥 一天温敷20个小时左右 运动 循序锻炼爬楼梯 从70层慢慢加到120层 条理过程 2019年12月23日第一天 第一次按推 耳后痛得非常厉害 轻按就痛 12月26日第三天 眼睛模糊和头晕 改善6至7成 腿痛也有改善 对原始点条理信心大增 2020年1月2日第十天 症状反复 腰部疼痛 只无法下弯 经过按推 及温敷后好转 1月5日第十三天 爬楼梯70层不觉得累 头晕已完全改善 1月10日第十八天 视力模糊改善九成 耳鸣改善八成 只在晚上睡觉时 听到些微嗡嗡声 腿痛完全改善 记忆力减退 改善八至九成 体力增强 胃口变佳 心情平和 便秘情况好转 唯独激动时 嘴唇发抖的情况 没有明显改善 调理十八天的时间 让我知道了肿瘤 不过是异常形态 对于身体 没有任何影响 我不会再去心医 检查身体 我会应用原始点细节 在生活中 健康自己做主